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这期跟大家分享最强首相TOP20第9-15名 第9名是米糠树纹 是纸节尖的这种树线 这种纹度也是非常少见的吉祥的符号 如果是有这种纹度 代表一生不愁吃不愁穿 能过上富裕的美满的小康生活 即使是陷入了经济困境 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必担心衣食 它不仅带来食物 而且带来一场生活所必须的各种资源 并且能够从生活当中获得好运 如果是大拇指上出现的 会给家庭和健康的运势有提升 如果出现在食指上面 会带来进步和工作上的运气 如果是出现在中指上面 会带来成就和学习的运气 如果是在无名指上 会带来民生和金钱的运气 如果是出现在小指上面 米糠树纹代表社会关系 商业以及和子女晚辈的缘分 第十名是所罗门环 所罗门环也称为木星环 是指在食指根部附近围绕食指的弧线 它通常由单线包围 但是有的时候会加倍或者三倍 数字越高运气越强 这个名字来源于古代以色列所罗门王的戒指 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会雄心勃勃 运气不错 而且直觉很强 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创意和灵感 而且强烈渴望的事情一定会实现 做任何事情都不遗余力 充满野心 他们对人和事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反应比较敏捷 而且极具个人魅力 有一定的领导天赋 第11名是神秘的十字纹 神秘的十字纹是出现在脑线和感情线之间的十字纹或者交叉线 命运线是一条竖线 有一条短纹和横纹交叉 这种情况似乎很多 就是说它的十字纹跟命运线交叉 那么命运线深刻而清晰的人 直达中指根部 土星球 横线两侧等长 而且不贯穿感情线 脑线 这种就是说没有干扰到主线 那么这种神秘的十字纹是力量最强的 被称为无形的神秘的力量保护的这种手相 当它出现的时候 表示你的运气会增强 并且有出色的灵性能力 比如说灵感 第六感 对精神上的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 并且有敏锐的直觉 那么意想不到的好运 会幸运的降临 会受到祖先的保护 即使发生了意外或者灾难 似乎也没必要去担心太多 第十二名的是双感情线 双感情线是从小指下方 手掌侧面开始 向食指方向延伸的感情线 上方下方还有另外一条负线 那么很多双感情线当中的刺线 也就是负线出现在顶部 看起来很容易断裂 它可能具有跟主线相同的密度或者深度 或者是负线可能出现在底部 当这条双感情线出现的时候 对他人的爱心和热情是正常人的两倍 并且有很强的精神力量 有着常人所没有的勇气 在逆境当中会显得很坚强 因为以热情对待一切失误 所以可能得到赞赏 可能得到成功 意志力非常坚强 即使出现小的问题也能泰然处之 即使遇到困难也能够有意义 能够克服 因为这种人具备丰富的情感表达能力 所以在亲密关系当中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第三名是双生命线 双生命线是指在一条生命线当中 沿着生命线的另外一侧 又延伸出一条负线 那么这个负线可能跟主线相同的起点 分叉并且向内延伸 也可以跟主线平行但不相交 中间可能有两个分叉 也可能中间分叉成两个分支 如果出现两条生命线 则表示你的生命力是正常人的两倍 健康运势最强 身心健康 体力和精神力量都非常出色 即使在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 它也会比其他人恢复的更快一些 有了坚强的意志力和毅力 就有能力把事情坚持做到底 有恒心 就更容易把握成功和结果 即使你看起来身体不强 或者身体有点弱 那么内心也是很坚强 第14名是心线 心线也就是心形的图案 由三到四条短线交叉 形成这种心状的图案 跟四大基本纹路不一样 它是很小 而且比较难区分 因此如果是不仔细观察手掌的话 是很容易错过它 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 这种明星气质的 有这种幸运降临的预兆 它通常会在相较短的时间内消失 据说四根短线相交比三根短线相交更有效果 如果是表现出来 那么你的人气魅力会增加 可能会有明星潜质 所做的一切都会得到他人的支持 旁人助力比较多 并且有望成为核心人物 发挥积极作用 而且一直等待的幸福会很快到来 而且过去的努力会将得到回报 将能够取得成功 甚至会产生奇迹在逆境当中翻盘